好了,老闆說一下今天看醫生的經驗 早一個月就登記看醫生 因為有甲狀腺問題,要吃甲狀腺的補充劑 醫生都病了,那個姑娘叫我找一個walk-in診所 先開一個月的藥 找一個walk-in診所,開一個月的藥 然後約了今天,醫生打電話給我 有一個電話給他,說給他聽說我要用甲狀腺的藥 我叫他,你將要用一單fax 去order你Costco 因為我快要搬回去North York 他就不能用這裏 即是Oshawa的Costco 他就說,喂,不行的 那間Warden的Costco,他的fax 打擊都不通 所以他說,他跟Warden和highway7的Costco 他已經不再用他們了 那如果病人說需要用這兩間呢 他就說,不好意思,我辦不了 那我說,如果這樣,你不如索性放在櫃面 我看到,我來到診所 直接Pick up 藥單,可以嗎 他就說可以 那樣 那我下個星期呢 就要出一出的Scarp 摸一張藥單 那錄這段影片呢 只不過是告訴別人 如果你是去Costco 那個藥財 那個藥財 那個藥房呢 或者highway7 那個 我想都是 highway7 都是這樣 就是抹下那個Costco 那 這兩間藥房呢 都收不到fax 那就是告訴大家 主要就是 好啦 多謝收睇,歡迎訂閱 只不過是大家互通有無 如果 開通的 是可以的 那你就在下面打幾隻字 接著我再verify 現在可以的 我就再拍多一段影片 給網友 大家聽聽 互通有無 好啦 多謝收睇,歡迎訂閱 那 很奇怪,醫生都病了 好啊 我現在的醫生病了 那 就變了 去認診的時間 都只剩下一半 那 我又不方便說 那醫生的 懂什麼 認什麼 就是 Scarbuck的醫生 大家 我不是太多 而已 如果 如果知道 就會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多謝收睇 我還是會 沒有 是 你 你 有 我 你